Hello,大家好,我是比伯碧 今天的影片是Visco修题主题影片的下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 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支影片 我在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用Visco滤镜打造海岛风情的照片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跟上集完全不一样 使用的滤镜也非常的不同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用Visco怎么调出小清新粉色系的照片 好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张修图 这张照片我是用相机拍的 就是我目前用来录影片的这台相机 我觉得这张照片拍出来的对比度没有很高 那我想要让这张照片对比度更高一些 整体的画面偏冷色调一些 那我使用一款自己非常喜欢的滤镜 就是整个就是这个HB1这款滤镜 然后直接就可以让整个画面就很好看 那这边也是我的一个微调的一个数值 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张照片的一个构图 我整个人物我拍照的时候我就喜欢用就是iPhone 就是自己的那个内置的相机 然后相机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显示它的那个 网格参考线的 在那个参考线呢我是希望我的那个人物呢 是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个网格 这边一个网格对我希望我的人物就是在这个这条线当中 对靠近右边的这条线当中 然后我整个人物的范围呢就是在这个四个方块当中就可以了 这样的构图呢会比较有一些让照片有一些留白的空间 然后也可以让我的那个主体更加的凸显 那我的第二张照片呢是在一家甜品店拍的 大家可以看到圆片非常的黑 那我整个脸也是黑的 光线的对比很强 感觉就是一张废片 但是这张照片真的可以救 我们只要调整曝光和对比度就可以改善很多 那这里呢我会用的滤镜是KKR这个滤镜 这个滤镜其实是比较偏暖色调一点的 对因为我是在咖啡厅里面拍 然后也是想要营造一些就是比较温暖啊 比较清新的一个感觉 所以的话我会选一个比较暖色调的滤镜 就是这个KKR这个滤镜 对所以的话这张照片的一个重点就是曝光还有它的对比度 还有选择曝光和对比度一定要一张很新的去调 然后我接下来要分享如何调出粉色系的照片 然后另一种是把没有粉色的场景 然后批出粉色的氛围 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是在一个白色的墙壁前面的一张自拍照 然后前面其实是打了一盏环形灯 然后所以可以拍出很清晰的一个效果 然后批上照片的一个绝窍呢其实是在这里 我在白平衡这边然后修了非常多的一个洋红的颜色 然后是整体这个照片有一个比较粉色的一个面具 然后我还在HSL这边的紫色这一块我也有一些颜色 我也有一些颜色的一些增加 对 然后也可以提升一下这个照片的一个粉色的一个感觉 那接下来粉色系的第二张照片分享呢是一张在曼谷雷家里发电拍的 那有非常多的博主也去到那家理发店拍照 因为在里面呢怎么拍照都觉得非常好看 那分分钟出大片的感觉 然后圆片了有一点有一点暗 店里面的粉色呢是有点太过于艳丽 那就会让人有一种不正经的按摩店的感觉 缺少了那种少女的粉色 那我就想要把整体的明度往上调 然后饱和度会再降低一些 我选择的滤镜是这个C3这一款滤镜 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浮光调到了2.6 然后对比度我是往后面拉的 对 拉到连接 对 然后瑞瓦呢我其实也用得非常凶 还有清晰度我也用得很凶 是 然后这里是我的一些参数的一些数值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有朋友喜欢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喜欢手机修图 或者你想要让别人帮你修图 你都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 希望这两集Visco调色主题的影片可以对你有点帮助 我是比波币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录这影片就是 我手机录屏就一直一直疯狂的跳 一直跳 我好不容易录的 然后又又跳 跳了以后我要重新再录 然后话我又重新再说一遍 啊录这影片我真的要疯了 一点点